放眼望去 白茫茫的雪景好夢幻 還可以挑戰滑雪的極限運動 今年冬季想出遊 已經有民眾搶先布局 還是會想要去像日本這個國家 因為畢竟冬季的時候 一方面有機會靠雪以外 然後外加就是可能會一些 當地的活動像聖誕節 或是他們的年底的一些新年 計票價格也是越貴 有時候就是剛好是那個時間有空 說真的也是沒有辦法 想出國 荷包守不住 因為機票價格降不下來 飛日本單趟就要將近一萬左右 甚至國際線的價格 高票價仍然是鐵板一塊 想去美國 荷包會大破洞 那我們來實際訂訂看 跨年期間從台北飛到紐約的機票價格 就要將近四萬塊 相較於在疫情之前的話 我們的所有一個機票成本 跟我們當地的一個 不管是巴士 包含我們的一個飯店的一個成本 其實都有提高將近至兩成 高機票時代來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通膨 加上國際油價上漲 還要缺工影響 讓機票想降也降不下來 尤其出國熱已經正式燒到寒假 而且航空公司 寒假期間的機票 目前只是出大約兩成 我覺得應該是回不到 之前疫情前的一個狀況啦 但是如果說你價格要比較優惠的話 可能會是在明年的2024年 下半年度的時候 當各航空公司的人力配置 跟它的運能全部都配置完成的時候 寒假強票潮已經蠢蠢欲動 到想審核包暑假清倉票也還能賭一把 像是親子遊日韓還原遊找 香港機票買一送一 或是四天暢遊九州一個人9950元 但是又會玩鳥價 想強得碰運氣 現在出國旅遊 不只要精打細算 還要比手速 歡迎新聞裝平台 邱子玲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在其實看電影開始 在某個字行為 小鈴鐺 請問您